我們上課 那剛才下課有同學問了我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問題很好 上課之前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說 地震是要怎麼累積實務紀念 當然啦 各位還沒有考上 我先講 各位還沒有考上 考上的時候你就不可避免會面對這個問題 我可能跟別的老師不太一樣 因為大部分的老師都跟你說 你先考上再來考慮這件事情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地震是它有一個門檻在 它不像地震其他的考試 比如說經紀人 你經紀人你考不上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你去像營業員 我說他拍電話那個千萬經紀人 都不是經紀人你知道嗎 我外面看到房仲打廣告 千萬經紀人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一個是經紀人 幾乎都是營業員 然後老師就問我 就有學生問我說老師那為什麼他不來考試 我就回他一句 他花一個小時在讀書 他還不如花一個小時在賣房子 聽得懂嗎 頭炮率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營業員跟經紀人 你說經紀人考不上 你很會賣房子 講實在話沒有差真的沒有差聽得懂嗎 你就是最多你每一次收回來的案件會被你的公司抽成 就這樣而已嘛 差別只有這個啊 那地震是不是喔 地震的問題在於第一個 外面非常多沒有排的在數 他們可能做二十年三十年 他們食物經驗可能都比我好 不要講可能都比我好 一定都比我好 我可以直接這樣講 但問題是他們考不上 問題是他們考不上 這是第一個 所以當你今天想說我如果是一個 以學徒制的概念來看 你去加入一個地震室的事務所 會很吃虧的原因是因為 人家已經做二十年了 人家已經做二十年了 他在座各位很多人可能是 即將要退休想要有一個斜槓人生 我們叫斜槓人 就是你可以自由業嘛 你可以自由業做一件事情 那也不會被時間綁得太死 像我就是這樣 我代書案就愛接不接的 要接我就接 不爽接我就不要接 就這樣子而已 你遇到鳥摸一點的 我不賺你的錢我沒有差 我去賺估價啊 我這個月代書少做一件 我估價多做一件不就回來了 對啊 我現在工作這樣 我如果不想做估價 也不想做代書我就幹嘛 我就去外面兼課啊 對不對 我就可能要多兼個兩堂課 欸錢又賺回來 就是我自己的工作是這樣子 我很喜歡這樣的生活 可是 很多人是 工作可能準備要退休或要轉行 但是這時候你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沒有任何實務經驗的前提下 你要加入 在地震室這個行業 其實是有一個門檻在的齁 那所以 我這邊跟大家 討論分析一下 就是說考上之後 考上之後 考上之後呢 基本上地震室選擇就兩條路啊 沒有別條了齁 第一條呢 就是你有一個好爸爸好媽媽 也不是在講齁 第一條就是說 你有一個很好的人脈已經建立起來了 我說的是地震相關的人脈已經建立起來了 那你可以自己開代書事務所 OK嗎 這種狀況前提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 你有沒有穩定的按援有來 有沒有穩定的按援有來 有 那你就不愁吃穿 基本上 基本上不愁吃穿 我以算 我算過啦 地震室的以公時 就是 每小時的收入來說 每小時的收入來說 其實並不一定會輸 估價式 並不一定會輸估價式 一定 跟老師比的話 應該地震室還是比較高 還是比老師教 還是比補習班教出來的高 這是第一個 但大部分人沒有一個好爸爸好媽媽 大部分的人 人脈並沒有建立起來 那剩下你就剩第二條路 當你是什麼都不會的菜鳥的時候 你就只能去哪裡 去大監事務所學 OK嗎 好 去大監事務所學 也就是從估價助理開始做起 簡單講就是這個概念 好 那台北市新北市都有很多 比較有名的大監事務所 我隨便舉個例子 比如說新一房屋的地震室部門 對不對 他們自己有個代書部 永慶還沒有 永慶只有特約代書 那或者是比較有名的像金門代書 好這些都是算 資名而且大型的事務所 基本上從北到南都有他們的 營業宿所 應該都沒有問題 那這種事務所有一個缺點 缺點是什麼呢 我以我很多學生 因為我學生考上之後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後來都會回來跟我抱怨 也不是抱怨啦 考上之後呢 假設你去地震室 你去新一房仲好了 那一樣的道理啊 他們同學 代書這個行業可以做到多久 代書這個行業可以做多久 對做到老 不是講做到老還太客氣了嗎 做到死都可以 真的可以做到死 所以他就會有一個缺點 缺點是什麼 對 沒錯 老的都不走 好 那這個會產生一個現象就是什麼 如果今天老的不走 他願意交 那當然我沒講 對不對 他可能不自己跑了 他出一張嘴 也可以啊 就交你嘛 可是在地震室這個行業裡面 多數情況下 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 他不願意交 大部分的其實是比較常識的 這是事實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我交會了 你就跑了 因為我們地震室幾乎沒有所謂的 那個所謂的 比如說品牌忠誠度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是信義房屋培養起來 我就一輩子在信義房屋 這種人真的很少啊 懂嗎 我有能力了 我就出去外面開地震室事務所啦 除非遇到什麼 除非像我一個學生 朋友啦不是學生 他是我朋友 呃 原本在外面自己開嘛 結果遇到武漢肺炎啊 好遇到武漢肺炎 那不是他得 不是他得不要緊張 是他 就是武漢肺炎有造成他一些經濟上的一些波動跟衝擊 那怎麼辦 就回去他原來的那間代書事務所上班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出去之後我還是可以回來了 懂嗎 這沒有什麼叛徒嫖款的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 他會變成一個現象就是 沒有人願意交你 以我對像信義房仲的代書部門 還有基本代書可能不一定 比較大件代書事務所通常都有這個缺點 就是你去喔 可能前半年到一年 我保守一點啦 半年到一年 你就是 做跑腿啊 基本就是跑腿 你說老師跑腿我可以學到東西 對 你原本的想法是 你會準備文件 然後送好 送進去 然後地震室會 那個燈 地所會跟你說 你這個要補那個要補 哪邊掃一個張 你可以在這國國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但我先講一件事情 如果是這種大書 大型的代書部門 他們都流水線做好了 所以第一個 要補證的可能性很低 第二個勒 他整份訂好 叫你拿去送件而已 你要去的事情就是 把他騎車騎到那個地震宿所 然後把那個東西送給收件的 然後付錢結束 這就是你的工作 所以你一年來 你會學到最多的是什麼 怎麼騎摩托車 真的 這是你一年來學會最多的地方 就是最多你就可以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你會去哪一個地所在哪裡而已 對 你可能會背地所的地址 可能會吧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 我很多學生去大型的地震宿所都遇到這個問題 那有什麼好處 好處是可能你磨完一年之後 他會開始讓你出去接觸簽約 好 跟真正地震室在做的事情 大概要到一年的時間 好 大概要到一年的時間 好 那問題就在這裡了 呃 假設你在新衣房屋 假設 那你新衣房屋接觸到蛋子都什麼樣子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買賣件 九十九%都是成屋買賣 對吧 齁你一個月可以做三十件買賣件沒有問題 懂嗎 但是你如果做過買賣件你就會知道 你做一件等於做三十件 什麼意思 都一樣啊 真的都一樣啊 但是啦我先講 我實務上也有聽過新衣房屋的老代書出來演講過 真的有一些買賣件的美感是他才知道的 我講真的我不知道 那他們可能做三十件做三百件 做三千件之後會發現其中有一些東西 這有可能 懂嗎 啊也有些人就一輩子就是只做買賣件 也可以 如果你不嫌煩 或者是你覺得這件事情並沒有造成你的困擾 你可以這樣做沒有問題 但多數的代書不至於 多數代書會想的事情是 我想要做買賣件 我想要做繼承 我想要做總登 每個案子都碰一點 每個案子都碰一點 可是 這個比如說你在新衣房中就很難達成 你可能就去金門代書 金門代書他就是接的案子就相對比較雜一點 你就可以碰到很多很多的案件 總登你也可能接得到 繼承登記你也可能接得到 信託這些東西比較特殊一點狀況 你才有可能遇得到 可是 還是回到那件事 可能前一年你大概都是在做登柱的事情 這點就比較吃虧 但是我看 我知道在座的有些同學 從你們拿得出來的那些文件 看得出來你們應該本身有從業 或者是家裡有在做相關的行業 那這對你來說就不是個問題 因為學生就來 剛才同學就來問我說 欸老師那我是怎麼累積實務經驗的 那原因很簡單啊 我在 同學有沒有發現我的教學 應該說我的學歷背景跟地震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吧 我第一堂就跟你們講過了 我本身是做都市計畫出身的 我是讀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的 我在讀碩士之前我完全沒有碰過地震 完全沒有 那為什麼會走來這個行業呢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都市計畫那邊出了一點狀況 出了什麼狀況就不提 那我個人私事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在博士班喔 運氣真的很好 我在碩士班讀書的時候 來博士班的學長姐 全部都是震大地震的 就剛好那一屆 全部都是震大地震的 然後他們說我很尚道 為什麼他們說我很尚道呢 因為我都會幫他們做作業 其實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這叫很尚道 我其實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當下只有覺得 跟學長姐一組好不好 超好的 超好的為什麼 他們都不知道怎麼做 不是 他們都不知道怎麼做 你放心好了 他們怎麼會知道怎麼做 他們每天忙著賺錢 還有時間跟你讀書 對不對 我覺得好在哪裡 你知道嗎 因為我這個人做事情喜歡自己做 跟學長姐做事情有個好處 就他們不會在那邊瞄摸 你只要有教就好了 聽得懂嗎 對不對 那我最喜歡這種 就是他們不會干涉我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哪怕可能最多就是什麼 我每個學姐就專門出錢 什麼叫專門出錢呢 就是要辦公廳會 他出錢 要送影印 他送影印 還裝訂 還是金裝版 都他出錢 最多就是這種 另外一種就是 我要資料 你們去幫我要 要得到 因為他們都認識很多工部門 我最多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很喜歡 跟他們一組 然後後來他們就說 這個小弟很上道喔 都幫學長姐做業做好 而且都不求回報 我真的沒看他們要過什麼東西 所以他們就跟我說 來要不要補習班教書 我才從那個時候開始 才開始讀經紀人 讀地震事 那好處就是 我的人脈已經先建立了 對不對 我自己做地震事務所 你說老師 你第一個繼承案 你怎麼知道怎麼做 我當然不知道怎麼做啊 誰 你今天 隨便一個案子丟給你 問你信託怎麼做 比如說今天來 有人打電話給你啊 說欸 來 朱老師 有沒有做過信託登記 你會說有還是沒有 你一定要說有啊 你不說沒有 就不會人找你啊 對不對 那就說有嘛 對不對 那你說有了之後會不會做 你不會做 你就是不會做啊 你不會做就是不會做啊 那怎麼辦 問啊 問啊 啊我有好處就是什麼 我有人可以問啊 我不怕沒有問不到人啊 我代書也不知道 問認識幾百個 應該有上百個有吧 對不對 我估價師也認識上百個吧 阿滴陣是 那個什麼 那個 政阿滴陣又一堆是公務員 我第一說啊 我連初審 副審 登部教隊我沒有一個問不到的啊 對不對 我可以這樣幹啊 對不對 我沒有接過案子 我就跟你說有啊 我管你的 對不對先接進來再說啊 對不對 我有些學生的做法是 第一個案子就跟人家抽啊 對不對 計程案接進來 不會做怎麼辦 找一個有做計程的 跟他說來 這個案子我做三萬 跟你抽一萬五 你代我做一次 阿同學做一次就會啦 什麼難的 對不對 阿不會不會來問老師啊 對不對 那個學生跟我超好 超麻糬 為什麼 打電話來 老師這個案子怎麼辦 我都幫他解 那跟我很好 非常好的一個學生 就學生也是學生啊 所以喔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 這些實務經驗怎麼累積 各位的耽誤自己 都不是先考慮這個 你們耽誤自己是先考上 真的 真的 因為你們沒人脈的關係 如果有 我講真的 你們現在就可以去從業了 外面一堆沒有牌的代書 沒有在插這個啊 對不對 像有些學生 下課會問我一些問題 那很擺明的就是 你自己已經有在從業了 對不對 那已經有在從業了 你根本沒有在插 講難聽你也是沒有插這張牌啊 你只是需要有一個人 蓋章而已啊 對不對 阿所以 阿那個 有人蓋章是什麼男的 你去當人家登柱啊 欸你們低正式法上了沒 有嗎 欸還沒 低正式法裡面有教你一個啊 一個事務所可以設兩個登記助理人 不是嗎 阿登記助理人做副委託 你什麼事都不用做啊 你連蓋章都不用蓋章 就拿你爸媽的章來蓋啊 就這樣而已啊 就拿那個代書的章起來蓋就而已啊 OK嗎 所以 食物經驗是一回事 食物經驗是一回事 真的不行就去大型代書所 給人家磨兩年啊 就去磨啊 看你能偷到多少師 學到多少師啊 對不對 阿另外一種 就是 有食物經驗的 現在就可以開始做啊 沒什麼不能做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剛好學生在問啊 我就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 你說你要在沒有牌的情況下 出去外面面試 然後大型食物所會有一點困難度啦 講實在會有一點困難度啦 尤其是 你教完你就跑啦 其實現在各行各業都有遇到這個問題 我們估價也是一樣 估價也是一樣 就是說 兩年啊 假的兩年學完你就跑了啦 對不對 因為 自由職業食物所就是有這個缺點 你不像說都市計劃 都市計劃你跑你能自己開嗎 單人的很難開 因為你還有很多啊 水保啊 建築啊 測量啊 你這些都要發包你 你沒有人脈你怎麼做對不對 可是 哭下不用啊 踩電腦結束 對不對 重點是你腦袋裡面know how啊 地震室也是一樣啊 每一個都會買地震室軟體嘛 地震室軟體有了 99%的問題都解決了 真的 99%的問題都解決了 全部幫你掃 連成本都幫你掃進去 要幫你帶什麼東西都知道幫你讀出來 買賣件就後面幫你準備好說要帶什麼東西 然後每一個都還有e sale檔都可以幫你 PDF檔都全部印出來 有什麼難度 沒有難度啊 OK吧 所以你要最難就是先買一個代書軟體 然後咧 摸一次就結束了 就這樣而已好不好 所以 真正難的其實不是在 不是在這個地方 真正難的其實是考上 真正難的其實是考上 就大家 地震室喔 講實在話喔 錄取率是真的低 錄取率是真的不高 比率是還低啊 真的比率是還低啊 但是 剛才大哥講的句話很好嘛 就是說這個是及格制嘛 對 即格制的好處就是什麼 那個錄取率對你來說沒有意義啊 那錄取率對你來說沒有意義啊 你就是跟自己比啊 齁 你就是跟你自己比啊 齁 好來 那前面剛好同學在問這個問題 我想說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下 好 那我上次上來 上次上來的財產價值吧 是不是 然後我跟你們講說那個信託我這次會上 信託我先跳過了對不對 那齁 呃從過去到現在齁 所有的計程跟證語齁 原則上一樣是考問答題 原則都是考問答題 只有在107年的時候 曾經考過一題計算題 啊那題真的是送你分數 齁那題真的是送你分數齁 我帶你們看一下齁 課本在107-1耶 你現在就可以算了齁 你現在就會算了好不好齁 107-1 我不知道你們的標記是 就倒數啊 就後面灰色那個 課本啊 107-1啊 灰色那裡啊 對吧 你從側面看有 有藍色的底跟白色的底嗎 白色的底後面 灰色的底 107-1 那就這一題 從這近10年內唯一 考過計算題就這一題 107年就剛考過 齁 那107-1齁 我帶你們看一題就好了齁 帶過看這一題就好了 啊這一題的歲率 就跟現在的歲率是一樣的 齁現在的歲率 啊原則上考試 我認為我認為也最多就考這個 最多就考這個 這已經算是我認為 繼承遺產稅裡面 很難的一題了 齁我們看一下齁 被繼承的鄰軍齁 107年1月7號死亡 他告訴你死亡日的目的是為了幹嘛呢 告訴你適用遺產稅的稅率 最主要是這個 OK嗎 但是齁以考試來說 99%的前提 這個都是適用現在的稅率 不太會有老師去出之前的 尤其像是你們各位 像學到 比如說現在學到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房地合一稅 這些東西都一樣 房地合一稅也是一樣 如果他要考你房地合一稅 你會發現齁 他的持有時間 他會故意直接列在哪一天以後 直接列在105年1月1號以後 避免爭議啊 齁他不會有那種說 叫你要判斷說 持有時間兩年以內 還是一年以內 什麼救治心治有沒有 現在原則上考試不會這樣考 他會給你一個很明確的時間 告訴你這個時間點 就是適用什麼樣的制度 稅率是多少 這個第一個題目 要先看清楚這個 齁因為你們睡法 我後來才想起來 你們睡法的考充不是我上 所以我帶你們看一次 我看睡法會怎麼看 我自己考充的時候 我會帶你們看土燈 那重點不是那個解題 那個答案沒有意義 聽得懂嗎 重點是我看到這個題目 我會怎麼想 OK嗎齁 齁 第一個 107年1月7號 這個題目 這句話就是告訴你 他適用的稅率是哪一天 就這麼簡單 配偶見債 配偶見債 配偶見債你就要想到什麼 配偶債你就要想到什麼 會有一個 扣除耳對不對 會扣除耳50萬嘛 對不對齁 還記得嗎 你們可以對照一下前面 可以對照一下前面 再來 膝下有兩男兩女 皆已滿20歲 皆已滿20歲 好處是什麼 也是20 也是20歲就這樣 50萬嘛 對不對齁 就不會有那個什麼距離 20歲還要每一年算50萬的問題 所以這個題目幫你簡單化了 OK嗎 齁 OK嗎 齁 他題目這四個 這五個人 配偶家兩男兩女的意思就是告訴各位 欸 可以幹嘛 後面就會有扣笛兒 對不對齁 再來 其中刺男不幸為重度殘障 我要老實講一件事就是這個老師齁 寫那個考題齁 還滿有情感的 為什麼 他寫不幸為重度殘障 一般老師出題是不會這樣出的 聽得懂嗎 你說為什麼老師有時候你會看得出來說這個老師是這個題目是誰出的 因為每一個人用字長不一樣知道嗎 齁每一個人用字不一樣 尤其是齁你如果去上比如說 你去上正大地正系的老師的課 他會跟你解題的時候他就跟你說欸這題是他出的 那好你就去看那一年的題目 他出的那個型 用字淺詞 你去對 對其他年的你真的對得出來到底哪一年是他出的 聽得懂嗎 齁因為每一個人有習慣用字的問題 齁 所以其中刺男 不幸齁 不幸喔 不幸為重度殘障 啊重點不是他信不信啊 重點是什麼啊 重度殘障可以幹嘛 牛一巴嘛 對不對齁 再來 鄰軍辛苦多年 你看連辛苦多年都想出來了 真的我那時候看到這個題目我心裡想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不要廢話這麼多 你看欸 這個現在生論題有一個缺點 也不是缺點啊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生論題有一個特性就是 媽的樂樂等 一題比一題長 懂意思嗎 齁啊有些人齁 看完生論題的題目 完全看不懂他在幹嘛 因為你們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就看完前面會忘記後面 看完後面會忘記前面 所以我為什麼會一句一句解給你聽 就是這個原因 懂嗎 一句一句解給你聽 啊你可以在旁邊先註記 反正你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考卷是可以帶回家的嗎 的那個 試題子啊 對試題子 然後就是答案交回去 考卷是可以做筆記的 沒有問題齁 所以我是建議你就再看到一句話 就在旁邊註記一下 他可能是要幹嘛 OK嗎 可能是幹嘛 你不用寫很細嘛 不用說啊 618是什麼重度殘障 然後你把它全部法條抄上去 不用 你就大概註記一下 他講這一句話是想幹嘛就好了 這樣子齁 你之後再回來看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這一句話的重點 你就不用再讀一次 聽得懂嗎 不然你要浪費很多時間在讀題目啊 齁 好來 那他辛苦多年齁 擁有土地 土地加義秉定士比 公告限制都給你了 對不對齁 那另有防務一動 死亡時候的秉定限制是80萬 這個題目齁 你就知道為什麼繼承遺產齁 很難考這個這個 計算題 因為他所有的東西 他都必須給你 聽得懂嗎 他要給你有什麼好考的 除非他故意挖個洞給你跳嗎 比如說後面補充一個什麼 市價啊 對不對 他後面可能說 公告限制2000萬 誇價4000萬 公告限制900萬 誇價1800萬 有可能他這樣出啊 他就是故意給你一大堆數字 然後讓你呼呼 讓你呼呼 聽得懂嗎 但是這個題目對你真的很好 來 土地的遺產價值怎麼算 公告限制嘛 對不對 我唯一叫你記得只有這個啊 就是不動產的 價值怎麼算在遺產 就是用公告限制跟 房屋平定限制 這個題目都直接給你的 對你好不好 超讚的吧 且 銀行內上有 活期存款30萬 定期存款100萬 所以多少錢 130 啊同學我上課跟你們講過 現金怎麼算遺產價值 就是直接加啊 懂嗎 所以我才跟你們說 考試啊 原則上 只會考試幾個 就是不動產 跟 現金 股票都沒有考過幾次 聽懂嗎 因為股票給你實價嘛 對不對 那他題目 就要直接給你實價 那我問你他考你幹嘛 聽得懂嗎 沒有任何變化型啊 好不好齁 啊定存這種東西也是一樣 他可能會多考一個 什麼 可能受險啊 懂嗎齁 可能有一個子弟受益人的受險 100萬 他可能會用這種方法 額外的去騙你 但是這個題目沒有 對你真的很好 OK嗎 這一題當年送分題喔 這一題拿到滿分喔 這一題是25分喔 一定要拿到的喔 齁 來 那 所以遺產總額 我們已經可以算出來了 對不對 到這邊基本上 就可以算遺產總額 所以你看一下底下齁 我們在算稅的時候 記得齁 你在寫題目 我們上課教你 稅機 稅率稅額嘛 對不對 那你寫題目也是一樣齁 先寫稅機 齁 再來寫稅率 最後寫稅額 就這樣 所有的計算題算法都一樣齁 齁 三個都把它列出來 齁 稅額 好 那 遺產稅的設計是什麼 遺產總額嘛 對不對 好 遺產總額 可以的話啦 你還是寫一下遺產總額等於什麼 可以的話還是寫什麼 就是 記錄不記錄嘛 跟不記錄嘛 然後咧 扣掉扣底 扣掉免稅 對吧 啊這個值 稅率 稅率可以先超一下嘛 稅率多少 現在是五千萬以內 10%嘛 超過五千萬以上 多少 然後再超過以上是多少 就麻煩超一下 聽得懂嗎 你不要直接給我寫答案喔 你不要說 欸老師這個我背過 所以遺產總額 就把它全部加起來 然後稅率就寫 只有你寫的 同學你這樣寫不到一夜半 聽得懂嗎 我現在努力幫你湊字數 所以你要記得喔 稅機稅率稅有 因為這個可能我猜 最後你們考通老師還會再一次 所以我寫的就比較潦草一點 只是我帶你看一次說 我會怎麼想一個題目 稅機把它抄完之後 來開始算嘛 他告訴你說 稅機有哪些 土地 公告限制嘛 對不對 幾乎這裡就分啊 土地 公告限制多少 兩千 九百 一千二跟三百嘛 對不對 那房屋是多少 房屋之前拿的題目 不是直接給你了 八十嘛 對不對 八十嘛 再來 存款 就是現金嘛 現金就是一百三 你就直接把它選成 轉成錢就好了啦 OK嗎 這樣 原則上 就是遺產總額的部分 再來 要看的就是 扣抵額跟免稅額 對不對 扣抵額跟免稅額 你才能去確定 稅機是多少 對吧 這個題目其實他難就難在哪裡 難在扣抵額跟免稅額你背不背得出來 就這樣子而已 好來 往下看齁 第一個 免稅額免稅額不用看 多少錢 一千兩百萬 所以這個是固定的 一千兩百萬 但是這個題目齁 有一個小細節 特別跟大家提醒一下 他沒跟你講他是哪裡人 有沒有發現 他只有跟你講被繼承人鄰軍啊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他是中華民國境內經常居住 還是境外 所以你記得喔 你在寫這個一千兩百萬的時候 你要先假設一個前提是什麼 他是 經常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內 是中華民國國民 這一句話是一定要寫的喔 很多人沒寫 就是說免稅額一千兩百萬 憑什麼 他如果是外國人呢 好不好 這個題目差這個可能就是一兩分之間的差距喔 好不好 因為我帶你們想一次題目 想一次題目 阿這個題目你就要特別 他前面被繼承人鄰軍 他沒講他是哪裡人啊 懂嗎 好不好 所以這個剛才沒有特別跟你強調 是因為最後面這邊免稅 我會回來帶你們看一次 你要記得喔 他沒講他是哪裡人 你在假設的時候 你要自己講清楚 說 他是 居住於中華民國 經常居住於中華民國 記內置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他是屬人主義 對不對 那既然是屬人主義的話 他就會有 免稅額一千兩百萬 OK嗎 那 這時候 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 他不是什麼軍公教阿 然後 軍人什麼 服役 忠烈時退伍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要老實講 這個題目阿 他是有一點瑕疵的 懂嗎 他很多該解釋的東西沒有解釋清楚 沒有定義清楚 OK嗎 所以我猜這應該不是稅務員出的 這應該是學校老師出的 這應該是學校老師出的 如果是稅務員 你就知道那個條 前面那個訂的很清楚 他一定會跟你講 他是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是個人 然後 他是可能不是軍警公教 OK嗎 所以這個一千兩百萬 我們就用一般的狀態 這個題目他是假設用一般的狀態下去扣 好 反過來 再來 扣除了 那其中 配偶 然後長男 來題目記得 題目剛剛有一段話沒看到 來 其中配偶 次男 長女 次女 接 拋棄繼承 來這個題目就是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林軍 有一個配偶 下面有兩男兩女 長男 次男 長女 次女 那他今天告訴你說什麼 他今天告訴你說什麼 他今天告訴你說什麼 配偶 次男 長女 次女 都拋棄繼承 所以他不要 次男 長女 次女都不要 由他單獨繼承 好 問題就來了 記得 扣底兒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對吧 你一旦拋棄繼承 你可不可以扣底 不行 所以你看一下107之二頁 上面最上面那個地方 扣除兒這裡齁 其中配偶次男長男 不是用扣除兒 有長男 不是用扣除兒對不對 他拋棄繼承就不是用扣除兒 所以有長男一人繼承 其身分扣除兒 因為他成年 所以是滿 50萬 對吧 就沒有什麼加50萬的問題了齁 所以 我是你的話啦 我會寫就是 這個 直系寫經背清書的部分 直系寫經背清書的部分 每一個人原則上是50萬嘛 對不對 OK嗎 因為拋棄了 所以再見 對吧 因為拋棄了 所以再見 OK嗎 這個因為 為什麼要特別寫 因為你看一下他第二題問你什麼 對 他問你說如果都繼承的話 所以表示老師想不想考這個點 想嘛 不然他幹嘛出第二題咧 對吧 懂意思嗎 否則如果今天他指甲只有這一題結束 我就叫你沒關係 你照他的寫也可以 或照我的寫也可以 OK嗎 可是因為他很顯然 他第二題就是要問你什麼 如果他全部都繼承了 會不會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在第一題 整個大綱的時候講清楚 尤其是你的前言要先講清楚 就是說 欸 他們其實原來都是有扣底額的 對不對 每一個人至少都50萬 那配偶是493 對不對 493 然後呢 現在因為什麼 第一題 他們都拋棄了 那對不起啊 拋棄繼承之後有沒有扣底額 沒有 所以只剩下 50萬的扣底額 所以這裡扣底額就剩多少錢 50萬 OK嗎 對還有一個商帳扣除了 只要有帳你就算 OK嗎 我沒有是說人的 人的部分只有這個 那再來就是其他的部分 之前唯一叫你們被的只有一個 就是被商帳扣除了 123 這個基本上是任何人都會有的 知道嗎 任何人都有的 OK嗎 所以 50萬是人的部分 還有一家 123 就是他全部的扣底額 有沒有問題 OK嗎 好不好 我這個講比較慢 因為我是要跟大家解 是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